但是洪水里的鱼 这次建党100周年7月1号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空掠过的15架歼20 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心 为什么关心呢 因为歼20确实是中国目前最后的飞机 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现在已经据说已经有了150架 五个航空旅力量已经相当雄厚 那么有人就想知道聊一聊 从建国到现在 历次庆典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的飞机 都有什么样子 太多了是吧 咱们只能说建国的是什么样 那么进入2000年以后什么样 中间咱就不再一一赘述 咱们先说2000年以后的 2009年建国60年的时候 那次从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的 有200架各型飞机 这个飞机那次也是首次涵盖海陆空三军的 你记住之前是海陆空 它是占不全的 因为有空军或者连空军都没有 为什么没有空军回头咱们讲 这200架飞机啊 有这个战斗机 就是这个尖机机 必然的啊 尖机机 什么尖10是吧 有这个轰炸机 轰6 轰6K 轰6 当时可能还不是轰油片 轰轰炸机 这个尖机轰炸机 尖机轰炸机在当年是谁啊 就是飞豹嘛 海军的飞豹 海航的飞豹 所以说那次 咱们空之海军 的海航出来了 就是就是尖机轰炸机 就是尖空 也叫尖空漆 也叫飞豹 那是海航的 各种直升机 零零总总 200架 在当年 因为是首次涵盖海陆空 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冲动 09年 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 现在回头看的时候 就是说 09年我们刚刚开始起步 刚刚开始 在军事力量上 刚刚开始起步 那么那个时候 现在看 无所谓 当时也是引起轰动的 首次海陆空 全涵盖了 建国60年 才有的一个盛况 那么等到 2019年 就是反法西斯 2015年 反法西斯 不是19年 2015年 反法西斯 就是70年 70年的时候 那次呢 是150架 这次的特色是什么 是我们有了 这个舰载机 因为当时有了 辽宁号了吧 我们有了舰载机 飞沙 尖妖 这是一个更加 让人感到激动的事情 尖妖的出现 它其实代表了 好多事情 就是 之前啊 就在这中间啊 就是 不止咱们的陆航上来 就是你想什么 武直石 武装之身心 武直石 这个 就是陆航的力量 开始强大了 陆航的力量 开始强大 我们有了武直石 我们有了轰6N 战略轰炸机 以前我们的轰炸机 只能叫中程轰炸机 那么有了轰6K 有了轰6N以后 尤其是轰6N 我们就是 那个就叫 战略轰炸机了 它的航程达到了 同时 同时好像轰6N呢 也可以给这个 其他 它的系列里边 就开始有加油机了 就是用轰6K 用轰6 改的一些飞机 就可以给 可以当作加油机了 总的来说呢 在19 就是15年的时候 我们有了舰载机 我们有了战略轰炸机 之前我们还真没有 虽然在亚洲 在亚洲我们是唯一拥有轰炸机的国家 当然了 在世界上有轰炸机的国家 就是中美 美俄三国 其他其实都没有轰炸机了 但是我们的轰炸机 在15年之前 就是 15年露面之前 我们的轰炸机 只能叫中程轰炸机 还不能叫战略轰炸机 什么叫战略轰炸机 最起码 你的航程要够 你可以打击全球 对 敦数也要够 战略其实是大嘛 咱们就不用说别的 一个是大 一个是攒带上大 扔下个炸弹 可以炸个老大一片 一个就是航程员 覆盖面大 至于具体的打击 为什么叫战略轰炸机 咱们下回再说 那么等到2019年 这时候 我们的飞机就 就不说架数啊 咱们就说它的 东西就特别的复杂了 就非常的复杂了 有突出的是什么 突出的是电子对抗 电子对抗机 什么干扰机 对抗机 侦察机 注意啊 这三种都是带电子的 就是电子的侦察机 电子的远程干扰机 电子的远程对抗机 可能不玩这个 无限联络的这些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干扰 如果有干扰的时候 你就是笼子 你就是哑巴 甚至你就是瞎子 如果我们的电子对抗 达不到一定的高度 我们的飞机再多 我们的大炮再多 我们的坦克车再多 在敌人的干扰之下 他们互相之间是没有办法联系的 有人说不是还有旗语吗 比如说海军还有旗语吗 在现代战争当中 船和船之间的距离 你得拿望远镜去看 你也就拿望远镜 也就看了围尖的杆 围杆的尖 你还拿旗语去耍 这根本就看不见 其实 真正的到战时 就平时都是说 到战时的时候距离更远 旗已经失去它的意义了 包括你 陆军之间的联系 是吧 飞机和空军之间的联系 你还搞旗语 是吧 就太 基本就完蛋了 是吧 所以电子对抗这块 一我们要能压制住 能抵抗住对方 对咱们的干扰 一个 我们还能让对方 变成龙子和瞎子 变成哑马 所以说在19年的时候 就是 咱们有了电子对抗系列 电子侦察 电子就是 侦察 电子干扰 基本上就把这个电子对抗 战争当中的 所有需要的东西都涵盖了 同时呢 在19年的飞跃天安门广场上空的飞机当中 我们对陆航进行了细分 当时是六个是三个旺 陆航的飞机其实就是武直 武装直升机 以及它的运输机 以及它的就是干扰 以及它的救援 这些东西 在陆航 一树之高啊 直升机这方面 咱们其实在之前也是因为资金的问题 我们在直升机这块的进步还是不够不够大 包括现在 也是不是特别的 还是没有走在世界的前面 你比方说武装直升机 咱们现在只是中型了 五直十包括将来会有五直二零 可能是已经有了 五直二十 这个 都是中型武装直升机 还是需要在发动机上有所作为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才会有重型的武装直升机 毕竟重型还是一个防护装甲能力强 一个弹载弹量大 他们可以对敌方的打击力量就会更大 再一个就是对于在高原上的这个作战 它可能会效果会更好 也就是说在19年的时候 一个凸显了电子对抗 一个凸显了陆航的突击力量 等到这次亮点 就前面开篇的时候咱们就说了 就是歼20 歼20现在是不只是咱们国家最好的减机机 也是世界上数得上的 不能说数一数二 没人敢说不是 对标是FR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FR的生产线 其实早已经关了 它已经是一个老机型了 也存在了好多问题 就是在实际使用当中发生了好多问题 所以它最后把这个FR的生产线关 有诸多原因 一个是资金问题 太昂贵 太昂贵 一个是问题太多 据说飞机飞机自个儿掉下来 为什么 它不是说飞机坏了 是飞行员昏了 昏迷了 自个儿就掉下来了 自己坠毁 这都有 一个飞机很贵的 FR很贵的 所以他们也摔不起 也造不起了 其实 F22的时代 应该已经过去了 现在原来就是 F22刚出来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 有人说 它其实原来的UFO最早的 就是这种 因为它 它有秘密实验嘛 好多人说 你看到F22的造型 是不是就是 飞碟就是 按它的样子做出来的 我也怀疑这样 当然是不是这个 我们清楚啊 FR对全世界人的 心理阴影 其实是很大 就好像咱们一个 陆生动物 头顶掠过的 一个展翅的老鹰 那其实是一个 心理阴影 现在咱们也有了 咱们也有老鹰了 但是之前是什么问题 在今天之前 我们的有这个飞机了 12年就有了 12年就有了 这种飞机 就是就有了 歼二年 当时叫隐形战机 隐形飞机 其实它基本上 已经是最高级别 这种飞机了 但是数量达不到 我们的技术参数 你要注意啊 这个飞机啊 高科技的武器 它是有 首先说的是一个参数 你比方说这种 G20 它的飞行速度是多少 是不是能做到 高音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 超音速 巡航 是不是能做到 这个 它的灵活性 虽然它飞得就是 飞得快 它飞得快 它还有狗 它必须还得有狗斗的能力 它这个灵活性特别好 操控的能力 在一个超市区打击能力 就是对于远处 我看不见的地方 电子战 电子战上 是不是 占有优势 它能不能在 超市区以外 电子战中 能够发现对方 压制对方 然后打击对方 消灭对方 这个叫超市区 然后就是一个 航程是不是够啊 能是不是隐形啊 咱们都知道 它本身就是隐形战机啊 航程够不够啊 所以中国人来说 这么大国土 你航程不够是不行的 从南到北五千多公里 没有低于五千多公里的地方 你这个 所以说它这个 这种 这种 这种咱们中国的飞机 第一要求是航程 航程够不够 所以都达到 后来就是一个问题 你技术参数达到 那么你的数量够不够 我们自己的飞机 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飞机 那么我们的数量够不够 以前不清楚啊 以前一只 国之重情 不可情世于人 这是绝对的 现在 一二年至今 已经过去九年了 现在 就是 有些数据啊 人家就 告诉出来了 就 或者说是 应该有更好的东西要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不再那么 特别严格的保密 那么现在数量出来了 有一种说法啊 也是公开 媒体上说的 一百五十架 装备了五个 五个飞行旅 那么是不是真的 我不清楚 还是那句话 国之重情 不可轻视于人 我们目前 公开的知道 是一百五十架 五个导弹旅 还有人说 中国这么大 国土 这么大领空 和美国人对抗的话 不管它的F2也好 F35也好 和他们对抗 我们需要多少 多少架呢 需要三百架 也就是说 我们的力量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 我们还需要 继续坐这些飞机 那么这十五架飞机 从天安门广场 飞过的时候 它击合机之间的 就是 前后是二十 二十米 左右是十五米 中队和中队之间 三架一个中队 编队和编队 中队和中队之间的 飞行间隔 时间间隔是八秒 你要注意啊 歼二零式高速战机 那么 那么它的低空能力 就是和低速能力 就相对来说 就不如咱们以前说的什么 比方说 零式战斗机 它的操控能力 特别好 盘旋能力特别好 那么这次 咱们就看看来 它不止高速好 因为它还有一个 超音速运行航 它不止高速好 它的低速也很好 不然的话 它不可能低空从天安东广场掠过 而且还是 尖隔只有八秒 飞机之间前后 二十米左右 十五米 说明它的操控能力 非常的好 低速低空能力 也非常好 也就是说 它的 歼二零是一个 综合性特别强的飞机 并且据说 歼二零在不停的改进 这就是国产飞机的好处 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飞机 这就是好处 我们在使用当中 发现的问题 我们要改进 在使用当中 我们发现 还要增加什么功能 我们增加 这就是国产 国产飞机的好处 咱们讲完了 歼二零 最后就要讲一下 开国 开国大典 的时候 从天安东广场飞过的飞机 一共多少家 十七家 并且现在还告诉你 为什么前面我说 有的庆典上是没有空军的 那么开国大典上 飞过的飞机不是空军的 它是谁组织的呢 是航空局组织的 因为当时在1949年10月1号的时候 中国空军还没有建立 就好像二战的时候 二战的时候 美国是没有空军的 你不要说二战 美国空军怎么怎么 美国空军也是二战以后 才建立的 那么之前 那些飞机归谁呢 归陆军 明白了吧 所以说它那个飞机 虽然有 也不错 说是九架 也码是P-51战斗机 什么 两架 文式战斗机 这是木头造的 文式战斗机 是木头造的 然后呢 三架 运输机 一架 联络机 两架 教练机 这么就十七架 可能大伙估听出来了 文式战斗机 是英国的 野马战斗机 是美国的 对吧 万国旁 没有咱自个儿的 草创之初啊 就是空军还没有建立 国家刚刚成立 是百费待兴 一切都是刚开始的样子 一无所有嘛 一无所有的什么程度 当时那个聂红真是 总指挥啊 说 不是聂红真 周恩来 说你这个 十七架是不是有点少啊 你你你 你刚开始的 野马飞机跑得快 九架野马飞机跑得快 这么着吧 你你你飞过以后 你在什么远处这绕着 回来 屁股的再绕过来 哎 再加九架 九架飞过就跑得快 你后边呢 什么文式啊 飞慢的 木头的 文式战斗机 是木头做的啊 他就 他就有一个 他就可以低速 功能特别好 还有什么运输机 啊 教练机 这些低速都都都 就是能飞的慢 P5要野马飞得快 好 你先飞出去 然后P5都绕过来 远处绕过来 别人看见 咱们造成一种 我们有26架飞机的这种假象 没有办法 一共就那么多飞机 就这么多飞机 还是从 呃 民主联军 东北民主联军那儿 从哪儿 从南满 从那个满洲 唯一满洲国 以及日本 关东军投降 他们战败的时候 留下的一些飞机 把这些飞机 从东北弄回来 啊 什么 呃 飞行员也好 飞机也好 弄回来的南远机场 还 撞坏了俩 就是有一飞机 落地的时候 就撞 把别的飞机 给撞了 就是俩飞机给撞坏了 然后呢 呃 国民党的那个 那那那那 那个 空中堡垒 还过来轰炸了一会儿 又炸了 炸坏了几架 还炸死了几个飞行员 到开国的时候 也一共也就二十 二十架飞机 啊 能上天的就能十七架 并且那个九架战斗机 包括那两架文式战斗机 就十一架战斗机 是十弹飞行 为什么要十弹飞行 还要防备 国民党飞机 在开 在开国大典的时候 过来骚扰 所以就带弹飞行 就是说 你现在回头 看的时候 就觉得就不可想象 啊 一无所有 到今天 我们的飞机 舰20 世界上最好的飞机 啊 我们有了 殲-15 啊 就是海航 舰载机 不仅有海航啊 什么海航呢 我说 舰轰漆嘛 飞豹嘛 是吧 啊 不仅是有了 海军上的飞机 是 当年 其实连空军都没有 搞这个事情 是航空局 搞的 那么 几十年过去 啊 就是四九年至今 就是 这应该是七十二年 啊 七十二年过去 就是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全国人们的团结一心 共同 共同的努力下 我们有了 长足的 在当年 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发展 我们已经从 一无所有 到了世界 已经到了 什么都有 也许 我们除了歼-20 其他的都不是 最好的 但是 我们 我们才 才过去七十年 再过五年 我们会什么样子 啊 五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十年以后 会是什么样子 啊 二十年以后 会是什么样子 啊 难以想象 只要我们是团结的 只要我们是稳定的 啊 我们只要和平发展 我记得 在两千 零几年的时候 我们一些 普通人 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就说 那会儿说 哎呀 再给我们五年时间 说再给我们十年时间 啊 我们会是什么样子 嗯 确实我们 你看 如果给我们十年时间 我们 会让他们变得 根本就不认识 嗯 现在他们已经不认识了 好 这次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